在一丸五节乡的二节社区举办这么一场非常特别的青少年成年礼的活动 总共这11名16到18岁的青少年 他们赤脚踏过了炭火堆 完成这样的过火仪式 然后再叩谢父母 正式宣告自己已经长大 烧得火红的炭火堆正在滋滋作响 冒出阵阵白烟 一旁的工作人员在旁边赶快撒盐降温 一声令下在众人呼喊桂拉桂拉的加油声下 11名青少年小跑步跨过炭火堆 完成过火仪式后擦着自己黑黑的双脚 被问到会不会害怕 大家都勇敢一孔同声的说不会 一开始都没有害怕 就是成年相对要负的责任 所以有开心有不开心 感觉像是在走石头路吧 那你有没有觉得你刚才害怕 我讨厌我一开始就没有什么害怕 宜兰二节王公庙每年农历11月15号的三王公诞辰 都会举办过火仪式 今年为了让社区子弟更加了解在地文化 特别让青少年在王公的见证下举办成年礼 过完火后在他们的衣服上盖上王公福音保平安 再向自己的父母行跪拜礼 正式宣告长大成人 中期新闻林医生王一杰宜兰采访报导 至于 我多加一点 一边 举佛 举佛